上午9点,27岁袁新月公布喜讯,樊振东乐开花,求你祝福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还是发了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是即将迎来5月份的重要的比赛 包括9月份的洋员会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考验都是非常巨大的 在去年比赛中,我们表现并不令球迷满意 尤其是几项大赛中,都是无缘四强 这样一个成绩,显然让球迷不能够答应 自从蔡宾接过中国女排救援之后 她也是进行了大斗阔府的一个改革 但是熟悉甚微 尤其是几个合影球员,像金一等人 整体来说,表现并不是很出色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的主要问题还是在进攻线上 在张朝宁和朱婷两大核心没有入选国家队之后呢 在主攻线上,我们有点捉襟见着 对于球队的进攻防守都是出现很大问题 其实呢,在今年年随着朱婷的伤势逐渐恢复 张朝宁处理完个人事情之后呢 能够火速的吃远国家队帮助球队 在今年5月份,包括9月份的洋员会中呢 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这也是所有喜欢中国女排球员的一个共同愿望吧 作为球队的绝对核心,袁新悦啊 他的一些动向,自然让球迷各位关注 因为袁新悦呢,在去年担任队长之后呢 也是遭到球迷的质疑 目前来看,袁新悦也是积极的调整 争取能够让广大球迷满意吧 就在此前,袁新悦是公布了一个喜训 让球迷们非常高兴,分分的送上祝福 具体什么情况呢 因为在此前,中国女排是进行了为期实现的一个军训 军训之后呢,运动员袁新悦,高益,中慧和倪非凡 都是获得了本次军训的一个标兵 谈及这一龙具呢 中国女排队长袁新悦也是非常高兴 她对于本次一个表现也是非常满意吧 她表示,这次军训,无论队伍,个人还是队伍 都有很大收获 我们的教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可以说教会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要向军人学习,学习他们的血性 在赛场上充分的展现我们的活力 可以看出呢,这对袁新悦来说,确实是一个好休息 我们希望呢,随着袁新悦成为新的一个标兵之后呢 能够真正的以身作则 帮助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较大赛中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真正能够展现出军人的一个拼搏精神 可以看出呢,作为中国女排来说 也是让球迷非常的高兴 希望呢,袁新悦能够记住自己的责任 自己是队长 能够在场上积极地起到城上企业的作用 帮助球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我们相信随着朱婷、张昌宁等核心回归之后 加上奥运会冠军丁霞和袁新悦 新的女排将会展现出无穷的实力 争取能够获得更多冠军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